那如果说我们用这个碎片的方式 如果你经常崩溃做不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这边在合成中再换一个方式 用我们的partic的例子 这边在预合成中我们将它复制一下 这边也就是之前你做到第一个项目的状态 那你要看好你的关键帧 这边我们先把预合成 CtrlD或者Cmd复制一份 然后这个视频中我们的效果中 这边我们加了杂色和色调 那这边的杂色先关掉 我们需要一个它的这样子渐变的一个过程 符合你的运动 符合你例子的这个过程 那色调中我们是黑色到白色 这边我们给它换个色调 你可以灰尘吗 我们可以换成黑白 这边我们来搜索一下黑白效果 不太好搜索了 黑色和白色加到这边 所以现在的这个效果就是说 逐渐由彩色变成黑白的一个过程 当然如果说你加在上面的话 就是先变成黑白 然后我们这一层因为加了黑白和擦除 它应该是这个样子 和你之前的动作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下边的这个原始层 你一定要隐藏一下 这就是我们复制的这个层 然后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这一层我们将它变成粒子 所以偶像呢 在图层上按一下U键 显示出之前碎片的关键帧作为参考 但是我们不会去用碎片 所以你要记住这个位置 大概是七秒的时候 七秒的时候开始去做 那我们这边显示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人物黑白的这个过程 但是这边你会发现 如果你改了一核成一 那我两个合成的都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边还是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不能在这边去修改 我们需要撤销一下 回到之前没有合成的状态 我们需要到这个项目面板中 去做合成的操作 我们这边的预合成 一Ctrl D或者Cmd D复制一份 然后放在这边 区别就是说 你现在再去改这个预合成的话 比如杂色的背景隐藏 只留下这个图形 那效果中不需要分形杂色 不需要色调 加入黑白 这样子的一个擦除效果 那我们在前边的合成中会看到 这两个层是不受影响的 这边是破碎的 上边是我们这个黑白的 所以两个层融到一起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我们这个层是要做例子的 所以上边的这个层 它是逐渐出现我们的例子 好 稍后再去调整这个蒙版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这边对这个线性擦除 稍后再去做一下调整 你也可以后续随时在内部呢 去做修改 然后现在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在擦除的时候 把这个例子 人物变成例子 这个层我们先隐藏一下 这边也要开启一下3D 然后再隐藏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新建一个纯色层 这个叫做P例子 我们就叫做P 确定一下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在效果中进入到TrapCode 加入我们的Particular 在Particular中呢 你需要例子数量的指定下层 所以发射器的地方 发射器类型改成图层 然后下边找到图层发射器 指定我们刚才画的 预合乘2的图层 所以可以看到 现在独走显示一下 这是我们的例子层 可能发射的数量不是很多 我们看的不是很明显 然后还有一点预合乘2 因为这边有擦除 所以你要找到显示人物的位置 我们看到是7秒左右 然后你要在这边去控制 选择我们的P例子 这边数量太少了 所以看不见 改成100万 可能会出现一个提示 数量太大 好 这样子我们是可以看到 你的擦除和你的例子呢 是逐渐出现的 然后我们需要呢 再调整一下 那因为焊化板 会出现一些字幅串的错 我们就忽略这个提示 改到最大之后呢 例子的速度和关键帧 需要呢做一下优化 首先关键帧就参考 我们刚才预合乘1中 我们在前边视频中 做的这个起点 那你的例子 P例子也是参考这个位置 也就是7秒开始 那我们这边可以去设置一下 它的速度 你一开始速度 如果为0的话 这个例子它就是静态不动的 那我们希望这个人呢 逐渐变成例子 肯定就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们就是从100开始 很小的范围开始 看一下关键帧 看一下U键 比如说一半的时候 或者它结束的时候 我让这个地方选择P例子 进入到它下边 进入到它下边 我们可以速度改到200 这样子它就会扩散开 因为你这个时候 例子变大了 我们可以加点随机值 加到100 速度的这个分布 现在是0.5 我们可以把它加大点 改成5 那么它会扩散的 更大一点 那么粒子寿命呢 这个默认现在是3 你可以加点生命的随机值 这个数值呢 我们不用加特别的多 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然后我们下边 再把它的类型修改一下 球体我们改成这个云层 那你可以看到有这个云朵 云朵的话 更像这个灰尘一点 这边渲染的话 需要一点时间 可以看到这个感觉 就非常明显了 那么P例子 它还不至于特别容易崩溃 不像我们这个碎片 这边我再存储一下 这个叫做项目P 代表particular 保存一下 防止我们这个程序呢 再次崩溃 然后这边我们 改了它的这个 类型为云朵之后 云朵的语化 可以降低一点 我们希望它清楚一点 所以就改到5左右 然后这个尺寸呢 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边可以修改一下 尺寸的随机 这边展开尺寸 这边不要调整 我们调一下 它的这个透明度变化 在这个位置 我们将它的这个预设改一下 让它从百分之百到零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变化 所以你的例子也会有 有大有小 所以从出生到死亡 它都会有一个大小的变化 这边渲染的也是稍微慢一点 我这边稍微降低一点 你会看到有大有小 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然后我们是要给这些例子呢 开启一些投影的显示 那P例子的话 如果用的不是熟练的话 还是要翻回到前面的章节 仔细再温习一下 P例子所有参数的用法 这边我们进入到它的 着色属性 开启一下贴图 这边会有这个阴影的主要和辅助 我们往前拖的话 是可以看到人物的例子已经出现了 但是它的这个阴影的感觉呢 还目前不是很强烈 那你可以看到人物的形态已经出来了 所以调阴影的话 刚才我们说了 在它的这个地方要开启一下 这边的粒子 它的投影 这边映影开启一下 那映影设置中 你可以把透明度拖一拖 调一调 其实这个参数 我觉得没有必要呢 调太多 然后这个距离 你可以自己再去控制控制 这个黑白呢 就会产生这种投影的变化 当然这个是需要呢 仔细渲染之后去观察 我们不用调特别多的参数 这边粒子如果觉得有点大的话 你可以回到粒子自身的大小 这边是5.0 我们改到3.0 因为我们图像本来小一点 所以粒子的全局大小 就让它小一点 这个时候可能更贴合 我们现在抠出来的这个人像 所以你看到非常密集的一个粒子 我们再加点物理的属性 就差不多可以完成这个效果 所以如果说碎片做出来 很费劲很卡的话 虽然它不是自动化计算 就是参数要调整多一点 我们在物理中 因为这边的重力还没有指定 你希望它往上飘 我们给个负5 让它往上去飘 那么飘的时候 在这个L的属性中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幅度 包括频率都可以加一点 这边我们这个幅度 可以加个15 然后它的这个频率可以 比如说给个10或者9 等于有一些这种飘散的随机感 我们看一下现在它是散开之后 是往上去跑的 这边我们往后边的针去看一下 因为粒子数量现在特别的多 所以它在渲染之后 你能看到破散之后 往上跑的这个渲染的这个位置 包括时间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 可以看到粒子现在特别的多 因为现在已经达到了最后的状态 这个需要我们后边再去做一些优化 那这边我们用四分之一的快速去预览 然后你在粒子往上飘的时候呢 还是需要呢 有一些这种风的感觉 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呢 正在往上去跑 可能数量一点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它在往上去跑 那么往上跑的时候 我们希望再加一点风吹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这边风向的地方就可以设置 因为现在人物 我们是看一下起点的位置 这边显示一下下方的人物层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物的手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这个方向基本上就是往上往右 所以你可以给一点风向的 这个X给点风向 Z给点风向的数值 然后我们可以给这个Y也设置一下 那你可以加到很大来看一下 风向对你粒子的影响 这个是往左 那我们现在需要往右 所以你可以风向往右设置一点 让它往右去吹 然后这个Z 是往前还是说往后 这边我们让它数值加大一点 往后去吹一点 那关键的位置就是说我们从 开始的时候 关键帧出现的时候 我们设置一下风向 因为你现在需要它往右吹往上吹 所以现在往上的话就是复数 那一开始千万不要设置 我们动画在9秒左右完成 这边就调个复数 让它往上去跑 然后你可以看到渲染之后 往上跑的这个感觉 现在已经特别明显了 但是你想让它变得再乱一点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渲染的过程 这边X还是需要呢 再加大一点 再往右边飘一点 这个数值我们自己去把控 然后飘的同时呢 你还可以去指定一下 它的扰乱场 因为没有扰乱场的话 可能不是很明显 扰乱场的话 我们就设一个影响位置 我们从7秒这个动画开始 设一个位置 到它9秒结束的时候 这个位置给它加个50 这个渲染也是有点慢的 这边尺寸随生命变化和透明度随生命变化 你都可以尝试去设置一下 那我们这边在动画 这边演变之后 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例子的状态 基本上已经演变得非常好了 这个深度也有了 那我们再把之前做的这个元素补充进去 那我们这个例子可以放在之前做的这些碎片的后方 这样子就相当于说有了双重的这种视觉上的效果 可以看到又有这个例子的点边破碎 又有这个完整的一些碎片 但是这个时候渲染很慢 我们就自己尝试给自己的作品渲染一下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一集一集散开的效果 总体来说我们制作的时候要花一定的时间 包括去优化例子中的各方面的参数 但是最终完成之后 你的效果还是非常漂亮的 当然最后我们在这个愈合乘一里面 你可以再给它加一个蒙板 我这边就画了一个方形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在它这种寝食的时候 最后让它消失 这个蒙板延伸过去 全部都盖住 而我们上边这个蒙板寝食的地方 也就是最初做的愈合乘中 之前我们是用线性擦除去做的 但是觉得这个形状有点太过于规则 你可以自己画一个蒙板 通过这个蒙板 可以让它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寝食上去 形状呢就自己把握 然后我们合成之后 在这个整体的渲染中 我们再把P粒子的一些参数 或者是颗粒调的大一点 我们自己呢再微调一下粒子的参数 包括粒子生命和发射器之间的这个参数 你可以参考我工程中的这些数值 那我们最后呢可以看一下 总的来说呢 你会有一个逐渐寝食的过程 然后粒子飘散 再加上变成碎片的过程 这样子三个效果呢合到一起 形成了我们最终的飘散的这个效果 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做 变成这种逐渐汇聚的这种过程 就好了 就好了